- 歡迎回到好紅日本! - 歡迎回到好紅日本! - 那今天我休假,那等一下我就要準備去運動! - 運動完就要去澀谷! - 就是東京那邊玩一天,那的話就是要大吃特吃! - 那就要吃一片東京! - 沒錯,要來吃台灣料理,然後還要去吃澀谷! - 那一家大家都很有名知道的! - 碗肉魚迷! - 那他就是之前開放預約好像是7月28日的時候 - 開始開放,就是下禮拜一週的預約! - 那我就很幸運就預約到第一天,他開放要7月31日就是今天! - 沒錯,我就是預約到7月31日的晚餐時段! - 那的話就是網路上預約只要50塊的手續費就可以囉! - 50塊日幣! - 那的話就是很輕鬆就不用去排隊拿整理券! - 那就是預約詳細的話會在資訊欄下面,大家可以去看唷! - 那的話在出門之前呢! - 那我來跟大家推薦一下我的日常愛用品! - 因為很多人就在問我說,平常都用什麼! - Sofina 呢!他推出了這一款就是毛孔! - 洗毛孔的就是鼻子啊!粉刺這些東西! - 你大概塗就是洗完臉之後,塗這個30秒! - 然後這麼挖在上面,像這個示意塗! - 你塗在上面之後呢! - 它就是30秒之後,它就會角直去角直! - 然後呢!還有把粉刺那些全部都用掉! - 真的覺得超厲害! - 而且它是從內側開始崩壞的洗淨! - 個人覺得說它這一款真的非常厲害! - 然後它這個賣的也賣得非常好! - 它都不打折了! - 所以你去藥妝店看它都是原價! - 因為它真的是賣超好! - 而且它的效果又超好的! - 然後它最近Sofina還有推出就是他們的就是... - 這個防曬!沒錯! - 那就是每次上飛機,就是在飛機上上班! - 早上,我都飛早上! - 那就是太陽都非常的大! - 真的超容易曬傷! - 就是我這邊臉部都很容易曬傷! - 然後因為又加上,飛機裡面非常的乾燥! - 那個人的話就非常推薦這一款! - 那它這一款的話就是,它有保濕! - 然後還可以就是美白! - 然後也還可以就是有防曬功能! - 個人非常推薦它這款Sofina的IP! - 那你要選01 for dry skin! - 就是乾燥機! - 因為真的飛機裡面太乾燥了! - 那就是推薦的話可以用這一款唷! - 用品! - 那就是之後還會有什麼好物的話,再跟大家來推薦! - 那的話就是準備出門! - 去健身! - 然後再去東京吃飯了! - 那我們等一下東京見! - 掰掰! - 那我們現在來到了新宿! - 沒錯!我們要來吃我最愛的那家Caswa - 買得到明天早餐! - 現在已經吃不下! - 因為我剛剛吃了台灣料理豬血糕! - 超飽! - 那現在他就是要來吃這一家! - 這家在新宿的正對面就會有看到這一家! - 很好吃! - 推薦大家可以來吃這一家的可頌! - 我很喜歡! - 我要把它帶回家當明天早餐! - 這個鹹的也很好吃! - 之前有吃過! - 我想說就直接現吃了! - 讓他給你現烤! - 我們就現烤烤菜來吃! - 哇鬧唉唷! - 哇鬧蕭烤 -哎唷…… OK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出發去吃那個漢堡肉 那漢堡肉的話呢 就是我剛好就是他開放預約的時候的隔一天訂的 就剛好就訂到今天的六點半 那我們就來期待一下漢堡肉 登登 大家看 幸好我有提早來預約 所以就已經可以吃了 那第一顆漢堡肉來了 那第一顆的話建議吃原味的 那就是第一口可以吃他原汁原味 Juicy的肉汁 即配上一口新鮮的白蜜飯 絕配 那蘿蜜泥泥 柚子醋配起來超清爽 第三顆的話就是加生雞蛋來吃 那就是先把蛋黃跟蛋白分開來 然後把蛋黃跟飯還有漢堡肉合在一起來吃 然後漢堡肉吃完之後呢 再把蛋白加在白飯裡面 就是讓肉汁然後跟著蛋黃一攪拌起來就變成 雞蛋肉汁蛋飯超好吃的 那我們今天來到成田機場 沒錯就是我一直上班的地方 那我們就準備出發前往機場吧 那我們現在先來到第一行下 第一行下就非常多好吃的餐廳 就是這一家茶泡飯 有很多種種類可以吃 那最後還有它的うなぎ 沒錯就是鰻魚飯的茶泡飯也很有名 是成田機場才有的新店唷 那我們這次點的話就是一半一半的set 我點的話這個是那個鮭魚的青子丼 那它就是加這個お茶漬け 茶泡飯的湯倒進去就可以了 然後他們這個豆腐很有名 胡麻豆腐他們的醬是自己做的 然後呢我點的話是冷的在看 冷的鮮魚昆布泡飯 它這也是鮮魚 那我點的這個的話就是 綜合鮭魚卵昆布茶泡飯 那這部真的非常好吃 吃起來超清爽的 那就是推薦大家來第一行下的話 可以來吃這家真的大推 我們吃飽啦 它這家咖啡好喝唷 還有麵包啊還有那些菜都很好吃 這一家的話就是在日本很多家分店 那我覺得他們家的麵包啊 還有就是蛋糕都非常厲害 都是值得一吃的唷 那就是這一家 Travel Factory 那它就是旅行用的商店 它並不是什麼賣旅遊商品喔 它是賣這種旅遊的貼紙啊 還有就是筆記本啊 這種筆記本也很厲害喔 就寄著說你要去哪邊玩啊 像這樣旅行筆記本 太可愛了吧 這個Postcard Froading Pass 還有日本的 真可愛耶 那它這邊的話也有很多個印章 可以來給大家在Postcard上面來蓋 當紀念 那也可以蓋在你的旅遊日記本上 那個人覺得說這家店非常有趣 推薦大家可以來逛唷 那今天我就是剛下班已經洗完澡 那來跟大家來聊天一下 那就是因為我剛好做這個空服員 飛國內線也飛了一個月 那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趣的事情 那我個人覺得說這次飛就是國內線 目前還沒飛國內線 國內線的話要等之後 因為還有簽證等等的問題 然後呢 反正現在飛國內線 這一個月我是覺得說非常的開心 就是怎麼講 很不同的體驗啊 就是像有機內販賣啊 還有就是碰到很有趣的客人啊 然後呢 還有就是同事之間的溝通等等之類的 因為我真的覺得說 我們這間公司很特別啊 就是非常多國家的人 那就是有台灣、日本、中國 然後還有韓國、美國 很多各國國家的人合在一起 非常 international 國際化的一個公司 我覺得 對 那因為就是日本的航空公司呢 都是規定說不能公佈自己的上班名字 然後呢 反正就是日本的公司的話 就比較注重這點 所以影片的話都不會再提到 就是我上班的公司 那有一些人知道這就好 對 那就是大家可以自己私訊來問我 也沒有問題啊 就是對這工作有興趣的話 可以跟你聊一下 沒有問題的 那就是在這種公開平台上的話 就盡量不要去公佈到自己的公司名字 那就是日本的航空公司 非常嚴格的地方 我個人覺得 就不會像說 國外的航空公司啊 或像台灣的航空公司 都是可以就是非常的公開 open的就是在SNS上網路上 來公佈就是自己的上班啊 地點之類的 那因為我跟公司去確認過這件事情 那公司就跟我講說 把改成叫做日本的航空公司會比較好 因為日本對這一方面會比較敏感 那大家的話就是請見諒 那就是很多人想說 想看制服的照片啊 什麼等等之類的 那就是等之後 有參加公司的活動啊 就是會有拍一些照片 那那個的話是公佈在官網上 或者是公司用的話 那就是沒有問題 那再來的話呢 那我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這一個月的工作 我覺得說就是非常的特別啊 那就是空服員的工作的話 在國內線飛 日本國內線 我覺得是非常難得可貴的經驗 因為他的飛行時數很少 然後呢 交流的客人也不光只有日本人 那有非常多國家的人 那我這邊想要跟大家講一下呢 就是說 國內線飛跟國際線飛其實都是一樣的 所以大家不要覺得說 哦 國內線很安全或怎麼樣 然後就可以在那個 北都道山穎的就是 吸安全帶的時候呢 那個燈還沒洗了 就給我站起來走動 那個真的非常危險 因為像氣流或是亂流 突然就隨時會有發生 所以吸安全帶的燈的時候 有亮 有千萬不要走動 拜託拜託 因為真的非常危險 然後呢 還有就是說 那我就覺得說 國內線它的飛車時尊非常短 大概一個小時就到了 那的話 它真正就是 服務Service的部分的話 大概有30分鐘到50分鐘之間吧 對 因為有時候 天氣影響 或可能都會一直 那個吸頭表 就是帶著安全帶這樣 不能走動 對 那還有再來的話 嗯 反正就這一個月下來的話 我覺得說 這個工作我覺得可以做的 目前為止可以再做個久一點 沒有關係 就是也是非常的穩定 因為我是覺得說 自從做這個工作 大家沒有覺得說 影片越來越準時上 那就是因為 這部分工作 我覺得好處的地方就是 它的時間非常多 就是有自己的時間非常多 那也不會加班 然後都是時間都很固定 就跟你講好 你的schedule是什麼 那你就可以提前安排好 你自己的事情 那我覺得這一點非常的棒 因為我真的很注重於自己的時間 然後呢 就是注重的時間 再加上 這份工作的薪水跟休假用 非常的不錯 那休假的話 就是月休10天 那我們一年總共有125天的休假 那總共一個月休10天嘛 那12個月之後就120天 那剩下5天是什麼呢 那5天的話就是自由選修 那就是自己想要休哪一天的話 可以就是在月初的時候 先話說下一個月你想要休哪一天 然後看公司的人手夠不夠 可不可以省合你這5天的假 然後再加上另外的10天的待薪休假 那這10天待薪休假 每一年都會增加一天 所以搞不好幾年 所以今年你是10天 那下一年就是11天 那再下夏年之後就12天 那你可以累積 那總共就加起來就是會有33天 你可以累積33天的有薪休假 但是政府規定就是 一定要用力要一半之類的 反正它有這個規定 一半或是沒有填寶劑的 不能都不用 好這不是重點 那就是說 這份工作就是休假多 薪水我覺得也不錯 那薪水的話就 嗯 嗯 真正想知道 可以就是來 meet我 在Instagram來 meet我 問問問問問問 因為這邊公布太好 也算是公司的小機密 對那就是 比我上份工作薪水好很多這樣 然後就是 因為國際線的話 我還有簽證的問題啊 等等之類的 所以 它目前的話 大概還不會飛 9月或10月才會飛啊 我覺得 嗯 那就是很期待 飛國際線 因為我覺得國際線 就已經很好玩了 因為國際線還要賣那個 免稅品 那免稅品的話 嗯 就是一場戰爭了 希望大家可以賣 沒有啦 那就是說 希望大家就是 有機會 在我 能上班的時候 能遇到 也要很感謝就是 大家就是 從我 轉職到現在這樣 一直陪著我 然後就是 看這影片 也看很久 然後也快要一萬了 應該上這影片 應該已經一萬了 我也不知道 反正 先跟大家說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那就是說 嗯 從我來日本的一兩年 然後做飯店業 然後開始轉職 轉地勤 然後再從飯店業轉地勤 然後再從地勤轉到空服園 這段時間 都是大家一直陪著我 就是已經一年多左右 那我做YouTube這部分 也一年多左右 那就是 希望我 拍的影片 就是能幫助到大家 像工作啊 或是旅遊啊 生活啊等等之類的 也可以給大家 就是一點鼓勵這樣子 那我覺得說就是 有夢想 就是去追 就是不要害怕 你不要說 你自己都還沒嘗試 都給自己說 喔我不行 我很爛 我怎麼樣 你沒有去嘗試 我怎麼知道 像我一開始 我真的我也不知道 我會上航空公司的部分 因為我想說 找一個 就是休假會比較好 然後會 薪水比較好的地方 然後也自己 會比較有興趣的工作 那我就想說 欸 洪府園這工作也不錯 想說試看看 因為身邊有幾個人 就是 朋友 還有就是認識的人 就是都有在做空服園 我有問過他們 那說好吧 那就是 challenge看看 那就去試了 那一開始我也是試了 蠻多家的 那 就是最後 就是進了我這一家 對 那我也是覺得說 非常開心 有自己去試 那就是 因為我們公司今年招 德華只招 二十... 三十個吧 好像二百也三十幾個 反正就是一年 空服園大家都知道 我招很少 那我們今年只招的 二十幾個而已 這樣子 那的話 就是 聽就是面試官 就是 之後他講說 大概 當初面試的話 有上百個人面試 然後呢 上百上千 我也不知道 反正說很多個人面試 然後從中選出我們幾個 叫我們好好表現 沒錯 那 也非常 榮幸謝謝 他選擇了我 那就是 讓我有這份工作 我也好好珍惜 那就是我覺得說 目前為止 我每天上班 都是非常的期待 又開心 我覺得 不會說 喔不想去上班 或是不想要怎麼樣 或很累 那我上完班之後 我都會覺得 喔好開心 就是上完一天班了 等等之類的 而且我們的 休假都蠻固定的 都是上四天會休兩天 上四天休兩天 這樣子 所以都是 生活習慣都蠻 就是有規律的 對 就是很清醒自己做這個工作 反正 總而言之 就是非常謝謝大家 就是這一路來的陪伴 這樣子 那你快要 就是一萬 訂閱啦 那就先跟大家說 謝謝大家 就是一直以來的支持 然後呢 就也非常開心 大家從我轉職啊 一路上的陪伴 那就是 就覺得說 這很像日記一樣 就很開心 自己拍的 FLOG這部分 那就是工作 旅遊 生活等等之類的 就是大家 就是也過一年多 陪伴著活下來 這樣子 那之後 也請大家多多指教啦 那就是影片的話 就到這邊 那大家老樣子 記得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 加訂閱 還有分享唷 那我們就 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 我們來的一集 按讚 分成